那今年的这个趋势呢 应该会是哪里的房子会比较好卖呢 第一我个人感觉呢 就是说这个房子尽量是有这个出租单元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它有两点 第一呢 有出租单元容易不帮助这个卖家收贷款 第二 因为现在这个很多人口袋里面没这么多钱 所以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忙 那爸爸妈妈她可以住在楼下 也可以住在楼上 就是她可以出一个首付 不管西人寡人或者其他种族的人都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一个会帮助贷款 那促进于这种房子比较好卖 第二 就是我们大家开始慢慢觉得这个要有一个隐私 privacy 所以有privacy的房子 比如说不是在路台上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的时候 这种房子呢就会比较好卖一点 那么三 所以好像是有面子 因为在前几年疫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灌在笼子里面 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有一个院子 或者能够出去透透气 或者让孩子去放放风 我家有三个小孩 所以都喜欢在院子里面去跳跳 就放放风 把那个energy release一下 那就比较好 所以这几年的房子会比较好吗 当然最后就是价钱 这个价钱 那现在价钱 大家都非常紧张 难得现在降息了 身上有一点钱可以买房子了 所以这个房子的这个价钱 他们是特别有考虑 尤其是这个房子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就回到 接下来我给大家的一个tips 做一个卖家 在卖房子的时候 最好预先准备好 因为你的买家 他可能把所有的钱 所有的机器都准备来买这个房子了 因为他已经稳定下来了 工作稳定 家庭稳定下来了 然后他是可能也是刚刚移民过来的 也是稳定下来了 现在贷款的地坏 难得他有机会了 去买一个房子 自己想要的房子 这我的经验就是说 买家有时候慢慢买 就是买到他最喜欢的 但是家庭已经maximum 他也不可能再涨上去了 如果这个房子是拎包 就可以入住的 不需要再做大装修的 这种房子会比较好卖一点 而且这一个 这类的买家就买的比较舒服 反过来 作为一个买家 什么时机是最好入手的 那就要看你自己本身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二季度 这个贷款利率就会降低 换句话说 就会很多买家入场 很多买家入场 那你很多买家入场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什么竞争 你形成一个竞争 你作为一个买家 你喜欢不喜欢竞争呢 有些买家说 只要一竞争我就不买了 你们慢慢抢吧 所以就要看你 我是建议你 在第一季度就开始看起来 因为第一个季度呢 买家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进到入场 还在观望的 现在很多人在问了 打电话来问 哎 几十入场 但是还没有正式去感动 尤其有些有些买家问我 哎 打不如等一等等多半年啊 贷款利率降低了过后 我再来出手 哎 我正在想想这个事情啊 你想想啊 如果你现在去买这套房子 利率呢 可能现在高一点啊 可能高高1% 等于等到半点过后 会不会 半点过后会不会跌1% 我还在质疑这个事情 真的有这个机会了啊 你买个80万的房子 你贷款610万啊 那1%就是6000块钱多一年 但是你等了半年过后 因为房价涨起来了 因为有桥房 或者是比较活跃了 那你房价涨并没有涨6000了 他可能涨并1万2万3万的 那你涨 你这样子不是其实你是亏了吗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建议了 当然这个是每个人的时间 是按照你自己的时间去做做分配 好吧 那这个是作为啊 你的经纪人 给你一个小小的硬件 好 那我今天 应该就落落这里了 好吧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温哥华岛的 你真诚的地产经纪人 Alvin 成 我们下次再见啦 如果这一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请关注点赞 记得分享哦 拜拜